上一集中 马卫都老师 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同学们 带来了一场 关于人生的意义的精彩演讲 自精者英 自胜者雄 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不自立的话 他一定一事无成 在本集 他也将迎来同学们的犀利提问 您对于拼颠 实在是怎么样一个看法 有没有对于我们当代大学生 爱情方面的建议呢 如果爱情永远不转化 那一轻轻他就是走火入魔了 在您的经历中 有没有上过当呢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八个小时 我们闲话少叙 快来听听同学们都准备了 哪些有趣的问题吧 学口才到新历程 本节目由新历程品牌独家冠名播出 看对白喝名人 本节目由名人苏打水 行业赞助播出 马老师好 我是建大土木工程学员的一名学生 我叫沈宗元 我发现您呢 不仅是一名文物鉴赏家 同时还是一名有着 十年工作经历的文字编辑 还参与过许多影视剧的编剧 我就特别欣赏 羡慕您这种能够涉猎诸多领域 而且还能颇有沉浸的人 现在我们流行一个说法 叫做斜杠青年 就是不满足于单一职业 而追求多职业 多种多元生活的一群人 我觉得您就是一个 特别优秀的斜杠型男 如今的社会呢 选择是多种多样 年轻人呢 又喜欢多尝试多追求 可是呢 年轻人又容易且尝辙止 流于表面 所以我想请教马老师 您的问题就是 在诸多兴趣领域当中 您是如何做到平衡的呢 谢谢马老师 我是这样 我是一个对所有事物 都感兴趣的人 什么事情都感兴趣 人一生中啊 保持一个兴趣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你生活中觉得 什么都没有意思 这个生活就完了 那生活中什么有意思呢 有很多你看似貌似无用的 它可能也有意思 积极的人生态度 你要有一种 积极的人生态度 那我在年轻的时候呢 当然我很早就喜欢文学 文学我曾经认为 是我一生的梦想 文学确实能给你生活 这个以滋养 提高你的生活质量 你再不怎么着 你自己独自一个人 走向远方 自己对着大漠孤烟 冷封一首诗 也是一种享受 是不是太小资了 不是还有诗和远方吗 那么我年轻的是 因为喜欢文学呢 曾经从事过 很长时间的文学工作 比如我做过文学编辑 但是我在做文学编辑之前 我做过农民 做过知情 在农村待过下乡 做过工人 我从小军营长大 所以工农兵 我都特别熟 我现在还觉得 当年我在工厂的 那五年多 不到六年的时间 对我有很大的 这种逻辑思维 包括看图 你学的土木工程 对吧 对 就你那土木工程 那图我全看得懂 因为我在工厂 天天看图 空间感很好 这些对我 就甚至对文物的判断 都是有好处的 你说你学机械加工 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但是我就是看图 比你看得明白 随便一个东西 我都能记得清清楚楚 这些都是早期的 一个训练 对吧 所以当我去 喜欢文学的时候 做了文学编辑 那就认识了很多人 认识很多人呢 我有一个态度 我觉得人生啊 不是说非得什么事 都尝试啊 你尝试必须 要有一个判断 我刚才说了 凡事要多想一步 就是你尝试这个事 如果你没有可能 你就不要去尝试 人生还有一个词呢 叫荒废 你浪费时间 是个非常不值的事情 所以 去尝试之前 要对自我有一个判断 那我当时呢 就是做文学编辑以后 也做过一些编剧什么的 但我认为 我的创作力是有限的 我为他人做价是好的 所以我做编辑 那很多你们知道的 著名的作家当年 都是我的作者 我跟他们都很熟 掌握他们的生杀大权 所以他们对我 都很毕恭毕敬 其实我们那时候都是 没有像现在啊 人和人之间都有 更多的复杂的利益关系 那时候都没有 都是朋友之间 那么后来呢 我知道我不行了 我为什么哪儿不行啊 人生是这样 这个很重要的一点 你知道你哪儿行 不重要 你重要的是 你知道你自己哪儿不行 这最重要 你知道不行的 你就绕开 你如果觉得 我在这块地方是弱的 我觉得我没有可能 我很清晰地知道 我就要尽早地 隔断这个事 所谓断臂 我们过去的文化 不是这么告诉你的 我们文化告诉你 有智者是进城 我们的文化告诉你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你是武松行 就你这体格 明知山有虎 你偏向虎山行 老虎说 我信的就是这句 对吧 你过来 你不就为了他了吗 所以你要知道自己不行 知道自己不行 不丢人 很多事情 不行就是不行 你看我能说吧 我在这儿啪啪啪说我什么事 我也不慌不慌 我演不了电影 我被我那个朋友拉去 当演员 就别提自己多丢人了 我一上去我就傻了 我只能演我自己 我演不了别人 我不是干这行的 有无数个 你们知道的大导演 都找我去演电影 演不了 去年余谦有个电影 叫《老师好》 那是我的处女作 我在那里演一老师 就一台词 就一句 我死活我记不下来 就说这孩子还挺聪明的 我就想不起来怎么说 我一看那孩子进来 我就慌了 苗儿再见 老师们再见 老苗 这班长挺精干的 然后电影一播出 有人跟我说 你一点都不像你老师 我说你 我像什么呀 他说你像一校长 所以我知道我不行 我就要躲开 那你人生也是这样 你不行的事情 是躲开 如果你觉得你行 你愿意当这斜杠青年 你可以人生去多尝试 但是做每一件事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 我自己要努力 天下没有一个事情 你不努力就能成的 谢谢你的提问 感谢马老师 马老师你好 我爸爸也是一个古玩爱好者 他平时喜欢买一些老物件 但是他眼光不好 我妈妈经常为此抱怨他 这让我很不开心 那我想问 在您的经历中 有没有上过当呢 那如果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次呢 是这样 如果我上过很多当 能减轻你父亲的痛苦 我愿意上当 谢谢马老师 我们觉得古董 买错了 就是一个上当 是吧 你喜欢收藏买假的上当 其实你在上当的时候 你会获得一个知识 要不然你不知道是上当 人生活中是这样 你做错一道题 有时候致命的一道题 你会永远记住 你多少年以后 记住这个致命的 错误的这道题 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 人生中很多是追求过程 你做题没有错过这道题 你可能做题的这个过程 就忘掉了 未必将来有用 我们人的成长 就是在错误中前行 我们上面刚才已经说过 所以你有个错误 你判断失误 没有什么 你人生追求的内心的乐趣 我想你 你父亲也不可能 花很大的钱去买 是吧 你说你花一个亿买错了 你很沮丧 花一个亿的时候 一般都错不了 你就是上地摊 一共花了12块 错就错了 是吧 下回吃饭的时候 少点一菜就回来了 谢谢你的提问 好 谢谢马老师 马老师您好 我是来自管理学院的薛一丁 我想问你的问题就是 现在有很多成功人士 会给我们年轻人说 你们还年轻 你们有很多机会去试错 所以不要害怕 可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告诉我 有时候一次犯错 带来的连锁反应 是自己承受不起的 我在大一时候 因为家中的一些变故 所以需要在医院进行赔床 导致我大一挂过磕 可是不管我之后的成绩 再怎么靠前 我在找工作的时候 HR总会觉得 我是一个不是很好的学生 对我有些偏见 所以您对于年轻人 有试错的这个机会 您是怎么看的呢 好 问题很好 试错 人类 指大的是人类 小的是涉及到个人 我们生活中 希望我们每一步都走对 但不幸的是 我们每个人的每一步都会走错 问题是在下一步 你有没有纠错的可能 我们经常看动物世界 你比如你看动物世界的 非洲的猎豹 在非洲的草原上 发现邓灵立刻启动 他从A点启动 邓灵在B点逃跑 最后 在C点 猎豹把邓灵摁住 那么这个过程 不是猎豹的每一步都对了 是他每一步都错了 只不过他下一步 再纠正上一步的错误 当这个邓灵逃跑的时候 他一定跑出一个 你是意想不到的曲线 猎豹追逐他的时候 在后一步修正前一步的错误 所以他才能C点 获得猎豹 我们大部分人会认为 他每一步都是卖对了 其实他是每一步都卖错了 如果最正确的路 他应该直接跑到C点 把他摁住 但是问题是 汤姆逊灵不会跑到这个地方 那就是回答你的问题是错 我们如果不希望 我们的人生犯错误 重要的一点叫 凡事多想一步 不需要你想很多步 就多想一步 我这么做 下一步会有什么结局 这个对你一生 是有极大好处的 我不能要求过高 说凡事你得先想三步 你就晕了 对吧 你一般人下棋的时候 为什么你老下柄 你就是走 走一步算一步 但是高手下棋 他就是走一步 要知道下一步 你再高手下棋 他就走一步知道 后面若干步 所以你自己凡事多想一步 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不管你是不是去工作 你凡事多想一步 一定要比别人 获得成功的概率大 那么从试错的角度上讲 试错是我们每个人并不愿意的 试错无非给你犯错误一个借口而已 那么如果我们真的错了 也不可怕 你知道下面如何纠正 至于你说什么应聘工作 就因为这个什么 以前挂过科 我觉得这个事不是最重要的 那可能是招聘人员对你的不聘用的一个借口而已 所以不必过多地去惦记这件事 就是你不必过多地惦记你心里的这个结 每个人是一定要放下这个心结 我认为今天的社会有一个好处 起码比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好处 就今天的社会不埋没人才 只要你有本事 你一定能够出来 但是看你怎么出来 一定做事不畏小 从小处做起 谢谢你这提问 谢谢马老师 马老师您好 你好 我叫蔡小金 来自建大的建筑学院 简称建院 六年前我第一次来到西安的时候 我对她特别失望 因为我觉得这个城市灰蒙蒙的 跟我想象中的长安城完全不一样 但是有趣的事情是 这两年随着这个短视频文化的发展 西安成为了一种网红城市 前段时间那个大唐不夜城的 不倒翁小姐姐 在网络上爆红 我一方面就觉得特别开心 大家对西安的关注和喜爱 另一方面呢 我就在思考 就是一种短视频的快餐文化 对那些真正的历史文化 和一些艺术瑰宝 到底是有怎么样的影响呢 它是一种机遇还是一个挑战 不知道您怎么看 我能问你一下 你是哪儿的人吗 我是福建人 福建人 南方人 福建人一般都说我是福建人 可能因为我在西安待得久了 大唐的这个不倒翁 我想在座的人 可能你们更清楚一点 因为他既然爆红了 就应该知道 这个不倒翁呢 其实我在欧洲看见过 它就是欧洲的城市里 经常有这种街头表演 我就看到过 它那个更夸张 它一下子跟你甩出来似的 我刚才就在想 如果我今天也是一个不倒翁 在这儿讲演 可能最后你们都得吃运车药 就是 是吧 它是一种形式 你对大唐 对这个长安的认知呢 理论上应该是 长安十二时辰的那个样子 对 那个是你梦想中的长安 我们曾经确实有如此绚丽的长安 但是历史是漫长的 历史中是有起伏的 跟你一生没什么区别 有好的时候 也有不好的时候 我们的城市通过这些年的建设 已经比原来好很多 不倒翁姐姐是吧 我叫她姐姐有点不得合适 我叫她姐姐 她一会儿门口就堵着我 就说 你怎么跟我这么过不去 是吧 就是 叫妹妹也过不去 就是 就是这个不倒翁闺女吧 她这个代表长安呢 我觉得主要是她的 一个是她的服饰 还有一个是她这个 街头艺术的这个新颖的形式 我是特别希望一个城市 有很多街头艺术的存在 因为我们去国外的时候 尤其在欧洲 有大量的街头艺术 这种艺术呢 有各种形式的表演 比如亚剧的 话剧的 音乐的 气乐的 唱歌的 都有 那是一种文化的自由表达 那么长安 西安这个城市 我觉得长安听着就更好一点 长安的本身的意思就是 长治久安 西安的西本身就是个位置 从人文的角度上讲 没有长安的 富有人情味 那么它代表一种文化 文化呢 它的各种途径很多 那么这种不倒翁 可能算是一种文化 但理论上讲呢 它是 就是快餐文化的出现 我相信 像这样的红 它是有时间段的 到一定程度 大家就疲了 那么我们现在这种短视频 无可争议的是 我们刚才讲 信息加智能的革命 把各种短视频 推到你跟前 短视频我也看 我有时也特爱看 为什么我看到 中国人的精神的各个层面 我也看到 有很多身怀绝技的人 比如我看到那种 特别肥胖的人 就是突然在那种 翻跟头 我就特别相信 安禄山的胡选武了 我原来老不相信 我这一三百多斤的胖子 他能赚多快啊 但是我看这种胖子 居然能遮根头 那我就相信有这个 就是说你还是 有很多信息的提供 但是有一点 无论今天的这些 短视频 短信息 给你多大的营养 这东西一定是有营养的 但是 它跟零食一样的 你不能多吃 你天天靠零食 是不能生存的 你还要靠正经的吃饭 那你学习中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的知识的 系统的掌握 你学什么 你的专业 你一定要对得起 你的专业 所以当人家跟你说 你的专业的时候 你不能说 我不清楚 对不对 这是很重要的 好吧 谢谢你的提问 谢谢您 如果您有机会 可以回到过去 您是会选择 回到某个曾经 重要的时间节点 修补遗憾 还是回到 曾经最幸福的时刻呢 我愿意回到 不成功的时段 修正我当时的失误 但是有一点 人生节点一旦改变 后面就全会改变 所以我们人生 不再做假设 我们是把未来的日子 要过好 对于我叫余生 对于你们叫未来 在大学生选择专业方面 您觉得 在追求理想 和注重现实 两个方面 应该达到一个 怎样的平衡呢 如果你未来 想找一个工作 我倒是建议 你奔着你的兴趣去 因为兴趣最能支持 你把这个事情走到头 你保证你的兴趣 你就会提高你的效率 你就容易获得成功 像我们注定要处在 世界边缘的人来说 我们的人生意义 又该如何定义呢 今天的世界 不可能给任何人 一个中心的位置 我们从内心上 应该知道 我就是我的生活的中心 我只要不妨碍别人 我所做的一切 都没有问题 谢谢你 好 谢谢马老师 对白 让我们和更好的你聊聊 感谢新历城独家冠名 本次公益活动 学口才到新历城 马老师 您好 我是来自 基电工程学院的 一名本科生 同时我也是一名 抑郁症患者 在我和长辈 聊这件事的时候 他们总是跟我说 你们现在生活过得这么好 可比我那时候 强太多了 为啥你们的心理 这么脆弱呢 其实我们 抑郁症患者的世界 很难被正常人 所理解 所接受 我今天在这里 想借这个平台 为抑郁症患者发个声 此外就是 我想问一下马老师 你在面对一些 消极的时候 和一些压力的时候 是怎么做的呢 好 我觉得你能够 正视自己的抑郁症 首先就是能够 摆脱它的一个前提 我看过一本书 是一个美国精神病学者写的 他说我们每一个人 在精神上 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激患 得精神病 跟得感冒一样 容易得 容易好 我们每个人 都设身处地地想自己 就有情绪低落的时候 就有这一段日子 做事索然无味的时候 这时候你都是你的精神上 进入了一个狭窄的通道 我觉得抑郁这个 我也抑郁 我真的 有时候我也抑郁 就是有点想不通 每个人都有 这个没有什么很丢人 我们过去中国文化中的 对精神病患者 都认为精神病这个词 这不是个好词 比如有人之间说 就是你的精神病 那这本身就是歧视的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上 跟肉体没有区别 肉体是可见的难过 比如你的疼痛感 是可见的 精神上呢 看不见 就很难被别人理解 我们如果能够 每个人都能正视 自己的精神卫生 那我觉得呢 我们就可能 从这样的一个状态中 走出来 比如抑郁 我刚才实际上在讲 如果你认为 你的生活是悲观的 你一定要用乐观的态度 对待你悲观的生活 一定要强化自己 人很多时候是强化的 你比如说 我站在这个台上 人家说 你上去慌不慌神 你上去慌不慌 你自信不自信 我告诉你 所有站在这个台上 能够自如说话 自信的人 全是装的 你们相信吗 我就是装的 你看 你们死活不信 他是这样 就是你装到一定程度 他才变成一个自信 每个人第一次 你要当着这么多人说话 你一定是心里胆触的 为什么要早期 有这种训练 你看西方教育 就让每个孩子 都不停地说 他就是强化你的自信 我有一回跟普存心聊天 就是我们在后场 上去也是演讲什么 我记不住了 我跟他聊天 我说 我说我为什么这么上台 干什么 我还是有一点紧张 他说 那是最好的状态 他说 这个演员最好的状态 就是适度紧张 只要有适度紧张 你就比较警觉 然后你就比较 表达的比较好 如果你特谢宗 你上去就是永远的谢宗 你就不好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以你的积极态度 去对待这件事 刚才我说了 我再说一句 这句重要的话 就以乐观的态度 对待悲观的生活 谢谢你的提问 希望你早日康复 谢谢马老师 谢谢 王老师您好 随着我对我的专业的 不断学习 我越来越发现 我对我自己的 未来的工作 以及将来何去何从 越来越感到很迷茫 就是跟今天主题相似 我甚至不知道 自己的人生的意义何在 然而我曾经在一篇 转发超过 十万家的文章中 也有读到过 不只是我 而且包括清华北大 他们的学生 也有超过30% 也会有这样的情景 然后我跟我的父母 或者跟我的长辈人 去聊这些事情 他们有时候会觉得 这只是我们这些小年轻 在无病身炎而已 但是既然这也不是 我自己的一个个例的话 想请问一下 您关于我们年轻人 是怎样破除这种 自己畏惧迷茫 不想要去找到 自己的目标这个方向 应该去怎样解决 我们这个世界 为什么整个世界 有这种迷茫 不是你们这一代人 是整个今天的世界 西方世界也有 我们的邻国 日本韩国 都有这个现象 第一 是人口增长的问题 我们人口从 1840年鸦片战争 到现在人口 由10亿增加到60亿 你要看图表 是这种爆炸式的增长 人类在度过了冰河期 就是人类在五万年前 还是宾威物种 度过了冰河期以后 人类基本上是 每200年增加1亿 就是到大约汉代 长安这时候 地球有1亿人 然后每增加1亿 要经过漫长的 两个世纪200年 那么这一直到 大约到近代史 开端的时候 地球凑满了10亿人 这10亿人走了2000年 但是到这时候 就爆炸性的增长 它为什么爆炸性的增长呢 是因为工业革命的成功 如果没有工业革命的成功 它是不可能爆炸性的增长的 那工业革命的成功呢 反过来应用到 这个农业革命中 所以我们有机械化的耕种 美国人一个农民 就俩人 夫妻俩能供咱们这屋子 所有人吃饭 那过去是不可能的 那么当这种人口的爆炸 和知识的爆炸 现在又一点是知识的爆炸 你们这么多学科 每个学科都有 别人不懂的东西 当这样的知识和人口的爆炸 说你的心中有恐慌 是很正常的 每个人都是这样 那么克服恐慌 首先是你的职责 你到这个世界上来 你的父母说你无病声音 是因为他们这代人 没有恐慌 非常充实 为什么充实呢 他要奔他最基本的油盐酱醋 柴米油盐 他要奔这些东西 今天你没有这些烦恼 是吧 你今天的顶多一烦恼 就是我的外卖 为什么还不来 我叫了15分钟了 你这个烦恼是这个烦恼 我们过去没有这种烦恼 你的烦恼是你今天吃什么 没有 我小时候还看到邻居 一家四个男孩去上学 那妈就得出去借两食吃 所以我觉得 你要知道世界整体的大格局 于是这个状况的时候 理论上讲 你应该知道如何去应对 好吧 谢谢你 好的 谢谢老师 马老师好 我叫冯雪叶 我曾经是一名 西部计划的志愿者 作为研究生制药团的一员 到祖国的西部 进行了一年的制药工作 然后在工作过程中 我其实常常心里是心暖的 因为即使当地的条件 是有限的 孩子们他们还是积极向上 质朴纯真 但我也经常会看着他们 心里会发酸 因为我们城市孩子一出生 就拥有的一些东西 对于他们而言 可能需要通过拼搏十年 甚至半辈子才会得到 所以我们经常会在一起是 自嘲和调侃 说现在是一个拼爹的时代 就想问一下您对于拼爹 时代是怎么样一个看法 谢谢老师 比较沉重的一个话题 我们今天还是有贫困山区 边远地区 他们受教育的程度很低 我们在有可能的时候 尽量地帮助他们 我们都很清楚 只有教育这条路 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对吧 我之所以今天能站在这儿 是因为我爹是我们家族第一个读书的人 我爹 我爹为什么读书呢 是因为他的爷爷发了财了 把他送去读书在民国的时候 他在民国读了十年书 我爹 我爹读了十年书都当上了老师了 那时候在民国时期读十年书 比现在读到博士的人还少 但他毅然决然地去当兵抗日去了 所以他是我们家族第一个读书的人 如果不是他读书 我就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每个家族的改变 每一个人的改变 可能会影响后面 就是你讲的拼爹时代 我很钦佩你去西部 能够去平昏地区去支教 现在很多大学生做这个事 我都知道 很不容易 非常艰苦 那么你每个人的努力 我们今天的社会是这样 每个人的努力都一定是有作用的 你很难一个人改变世界 改变这个社会 但更多的人 一块加起来 就能改变这个社会 所以我们帮助他是我们的努力 我们每个人如果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多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谢谢你的提问 谢谢马老师 马老师您好 你好 我是一名历史建筑保护工程专业的学生 然后也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名大学生讲解员 之前很幸运很幸运 在博物馆就远远地看见过您一次 就那天中午的饭我都觉得特别好吃 然后怎么说呢 就是我在博物馆带游客的时候 就会发现 其实我很想通过我的讲解 把我所了解到的每件文物背后的故事 带给来这里参观的游客们 但其实我发现很少有游客 能兴致勃勃地从头听到尾 多少会觉得有点无力 或者有点遗憾 所以我就想问您 在当下 像我们中国如此丰厚的传统文化 或者传统工艺 应该怎样传承 或者怎样能走进当代的年轻人之中 我们今天一直在说 讲好中国故事 我们讲好中国故事呢 很多时候会感到力不从心 其实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比如你们谁敢站在这个台上 说我用十分钟讲清楚长安 很难 我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 见到人们就不停地说 我老说我不是个学者 我只是一个布道者 我不停地在说 希望我们的民族喜爱我们自己的文化 我们希望每一个中国人 能为我们自己的文化自好 那就我就是布道者 那么在这种布道的时候呢 比如我在博物馆 我自己办博物馆 一开始我老给别人讲解 我在讲解的过程中 我是不停地是看客人的反应的 它的反应决定我的走向 决定我是深是浅 这个一定要学会 我过去说 我们写一个书或者发表一次演讲 叫什么呢 叫深者看深 浅者看浅 就是说 我如果自己 有了很多文化积淀 我听你演讲 我能想到更深层次的这个道理 那很好 如果你说我这个不行 我听你这个我没听了 但是呢 我也听一个乐 我听着也很高兴 说笑得我肚子都疼了 也很好 深者看深 浅者看浅 是我们对一个事物的了解 我想你呢 跟这个观众之间 慢慢地沟通 你发现他有兴趣 就往 领他往纵身走 发现他没有兴趣呢 你就浮在表面 这个就比较容易应对自如 我们不要求 每一个人 都达到你的期望值 这是一个不现实的 尤其你是专业 他是非专业 你让一个非专业的人 达到专业的期望值 这本身就不现实 所以我觉得降低标准 适应对方 谢谢你的提问 谢谢马老师 马老师您好 我是管理学院的雷鑫 首先非常感谢您 对我们人生建议方面的启迪 就我自己而言 我是觉得恋爱和爱情 也是挺重要的一部分 太重要了 所以我想问您 有没有什么 对于我们当代大学生 爱情方面的建议呢 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 是很容易的 叫爱我所爱 无怨无悔 复杂的回答这个问题呢 需要八个小时 好的 爱情是这样 爱情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爱情是我们人类的 所有的情感中最为复杂的 它是一个双向 一旦我们认为的 世俗的爱情的 获得成功的时候 是两个人结合 这两个人结合呢 是人类最复杂的一种关系 比如你所有的亲人 你所有的亲人 之所以成为亲人 是因为跟你有血缘 而你爱的这个人 跟你一点血缘不能有 这个没有血缘的人 变成从法律角度上说 叫你的第一继承人 一旦 你们完成了法律手续 你要切隔开的时候 他要拿走你的一半 除非你们有事先的约定 所以有钱人 就不愿意结婚 就这个事 除非你比他还有钱 那你也不愿意 那么爱情呢 它本身不应该 掺杂更多的社会内容 但不幸的是 爱情掺杂了 所有的社会内容 第一个简单的社会内容 叫相貌 对吧 郎才与女帽 对吧 首先他要看你 他要感到愉悦 那么这种愉悦的标准不一样 他受文化的因素也不一样 你比如我们有时候看欧洲人 他喜欢一个亚洲女孩的时候 按照亚洲人的标准 说这女孩不好看哪 他为什么外国人就觉得特好看 就因为你长得那种浓眉大眼 在欧洲特别不流行 他就喜欢这小细眼 越小越好 越小越聚光 他喜欢单眼皮的 我们小时候都喜欢双眼皮的 我小时候因为没有隔双眼皮这个事 要有 要有我也是单眼皮 我也不会隔了去 对吧 但是我们小时候就说 就是双眼皮好看 突然有一天 人告诉我单眼皮更好看 我就心里一直在想 真的是小时候没隔 要隔了这不是得多后悔啊 是吧 那么爱情当中的相貌 相貌是你的 就社会内容的最简单的一项 然后复杂的社会内容 就包括你的身份 身份对等 身份对等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我们大家认为的身份对等 就教育程度啊 家庭背景啊 还有甚至有人认为 我必须得是老乡 是吧 为什么是老乡 它是一个文化圈 那这些复杂的社会内容 全融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要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而又要解决它之间的 所有的矛盾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难题 所以在爱情中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可以说的 爱情的持续力 爆发力 是大于持续力的 爆发力很大 但它持续的爱情呢 是什么呢 它就会变成亲情 如果爱情转化为亲情的时候 那我认为是爱情是成功的 如果爱情永远不转化 永远是爱情的 是带有那种爆发力持续的 我认为 我认为那就不是爱情了 那就是走火入魔了 对吧 你看到 我可以举个例子 我有一个朋友 他结婚 他请我去 请我去以后呢 他让我给讲两句 是吧 每个人结婚上 一定都是讲人家特高兴的 早生贵子啊 什么这个 他让我讲两句 他前面自己先讲了一句 爱情感言 说我希望跟他结婚以后 我们到晚年的时候 我们还能手拉手 一块去看夕阳 很美吧 爱情吧 上去让我讲 我说好 我说刚才他讲了 他们希望他晚年的时候 还能手拉手的 一块去看夕阳 我说你那时候 必须要做一个动作 当你们两个人老了的时候 手拉手 看夕阳的时候 一定记住 回回头 后面坐轮椅的那人是我 我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你说完这个话 会有人监督的 我不监督 也有上仓监督 对不对 你真的能做到 你们两个人 年轻的时候 能跨越半个世纪 乃至跨越一个世纪 将来你说明长了 你能手拉手的 一块去看夕阳吗 你人生中会遇到 很多很多问题 你人生中遇到 最大的一个问题 叫诱惑 你能克服诱惑 就会有爱情 谢谢你的提问 谢谢马老师 马老师您好 我是环境学院的 一名学生汪昭 我在学习和实习的过程中 接触到了一些师长 同事和领导 从他们的身上 仿佛能够看到 未来的自己 然后就会觉得 未来很难再抱有 想象力和活力 可能还会有一点油腻 我又是一个 追求心意的人 特别不想走一条 很无趣的 能够看到底的一条路 所以我的问题是 老师 未来我们都会变得 很无聊吗 首先你不会 你要保持你这样 瘦削的体态 就不会成为油腻男 油腻男首先要胖 我年轻的时候 就你这么瘦 但是我没有保护好自己 45岁以后开始发胖 那时候也没人告诉我 人的这个肥胖 也是有记忆的 我现在每天都被 减肥痛苦 我这样已经减下去 十几二十斤了 还胖 我为什么从瘦这个事说起呢 人是要有自律的 你一个人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 就没有自律 如果我要让我胖起来 我很容易 现在身上增加五十斤 我只需要两个月 每天长一斤 就天天吃 就在西安待着就行 西安的东西全是长胖的 没有一个不是 就是各种面 那么 当你能看到未来 就你觉得未来 是一种油腻的状态的时候 没有什么指望了 你就觉得 就是很无聊 那你就好办了 那我觉得你看得很远 你很清楚自己说 你一定要改变这个状态 我其实刚才告诉你 你控制 你能控制你 到中年以后 依然这么受效 那就是你有自律 你有自律 你就不可能跟他混在一起 我们生活中是这样 一个人的意志 是非常薄弱的 很多时候都会松懈 都会自己原谅自己 对吧 你减肥减不下去 我老听人家跟我说 哎呀我这人喝凉水都胖 我说你进屋 你跟我进屋 我给你锁里头 我就割凉水 我就不信你胖了 你这个违反生物原则 你要是真是喝凉水就胖了 那我就给你送科学院 就研究你 为什么喝水就能胖 对吧 没有这种人 都是自我在找借口 人对自己的管理 我们先说管理的最简单的 就是对你身体的管理 你是不是健康 你是不是能腾起点时间去健身 不要老在被窝里 每个人都觉得被窝里最好吧 早上不起床 是吧 你点头就是这样 所以呢 一定要知道自律 我原来 我多少年了 我都是闹钟叫醒过 我特别能睡觉 我也特别爱睡觉 但是只要闹钟响 我一定起来 闹钟都是我自个上的 我自个定了点 没有借口 也不需要把闹钟 隔多老远 对吧 强迫自己爬起来 摁的回来又睡 那都没有用 就是要知道 自律对自己的重要性 所以当你的人生 往上走的时候 你看得见 自律能帮助你 改变你的那个油腻 可能的油腻状态 谢谢你 这是老师 马老师 您好 辛苦您了 我叫维书炫 然后可能是因为 最近生活有些忙的原因 我就会特别追求效率 也很计较做每一件事情的 时间成本 就导致现在我觉得整个人 都有点功利 也很浮躁 然后我甚至还把这种 不好的状态 就是缩影到 我和我男朋友的相处身上 我常常对他进行 灵魂三大拷问 说话能快点吗 能点重点说吗 能别老磨磨叽叽的吗 这一段拷问下来 他已经不愿意和我交流了 所以我就是想请教一下您 就是您有遇到过 这样的问题吗 您是怎么处理的 谢谢老师 这个 你的男朋友来了吗 没有 没有就比较好说 是这样啊 你说你特别希望提高效率 我觉得这是对的 我们做事一定要有效力 人什么都可以去想办法 唯独一个事不能想办法 就是时间的长度 是没有办法压缩的 这非常公平 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所以在同等时间内要做事 那就要提高效率 我有时候啊 说我自己 你比如说 我就是到今天为止 我每年还写这么厚一搭子纸 那个纸让你们任何人看 你都没有勇气抄一遍 对吧 那么我这么多社会活动 这么多事 我还要就是做 有时候我自个儿看着都晕 我说我怎么弄了这么多东西 那么这就叫效率 做事是要有专注的 一旦你要做这个事 就一定要提高效率 尽快把它做完 而不是说磨蹭 现在有拖延症 是吧 且拖延到最后那一刻呢 如果你拖延到最后一刻 你也能迅速完成 那你就拖延 如果你拖延完了 后果你是知道的 那你就不应该拖延 人在很多时候是强迫自己的 我一直在说自律 自律就叫强迫自己嘛 我刚才讲啊 人生中获得成功效率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所有的革命 人类的文明革命 都是在提高效率 今天啊 你的手机是提高了 各种信息沟通的效率 你今天跟一个美国的朋友 一秒钟之内就沟通了 过去是没法有这个效率的 所以我们应该珍惜自己的一生 不管是学习就是学习 放松就是放松 别放松时候也彻底放松不了 学习的时候又想着游玩 那种状态不好 我觉得你这个跟你男朋友这个 还是尽可能的要缓和 你就说我说的 谢谢老师 尽可能的要缓和 人生是这样啊 人生碰到一个 能跟你融的人是很不容易的 男女之间 做男女朋友 能相融是很不容易的 你一生中碰不了多少人 能够相融 如果有这种机会的时候 一定要珍惜 谢谢您 好 谢谢老师 马老师您好 我是最后一个提问的同学 张向军 应该第一个上来 我们大家都知道 您因为喜欢文物 所以收藏了很多宝贝 然后我也在之前有心去北京 您的官复博物馆参观了他们 网上说 您的这些收藏价值有百亿 但是我想知道您 作为像您这样的一个大收藏家 推动您不断收藏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什么时候网上说 我有百亿 千万不要信网上的 是这样啊 我喜欢收藏 最初是个偶然 我为什么喜欢收藏呢 是因为你看到很多东西 你看不懂 它包含了很多复杂的社会内容 你怎么弄懂它呢 你把它拿回来 是吧 我早期的时候 像你们这么大年龄的时候 那东西不值钱 过去那个早市上 有时候几毛钱 你就能买一文物回来 因为谁都不要 买回来就要闹明白它 这东西干嘛呢 买个朝代的 怎么回事 慢慢你会积累很多知识 当你积累的知识 到达一定数值的时候 你会有裂变 所谓的飞跃 你会对这个社会的认知 看法都有所不同 你今天如果你们对 我们这个十三朝古都 有详尽地了解的时候 你对人生的看法 都会有所不同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史 我们为什么要了解 我们自己的文物 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文明的历史上 所有的标高在哪 那么我收藏文物 最初就是个乐趣 它是我一个 不断地挑战 你自己的认知的一个器物 我们的文化 是以证物的形式出现的 就是我们讲证据 历史的证物 当我们把这些历史的证物 捧在手里的时候 你会感慨 你跟几百年来 至几千年前的人沟通 当你认为 你沟通已经完成的时候 你就知道 我们活在这个生活节点的重要性 或者说不重要性 你没那么不重要 你也没那么重要 你就要了解这段历史 这段历史不是我们创造的 是我们的先人 及我们中国人 所有的聪明才智 创造的 当这些具有聪明才智的文物 捧到你跟前的时候 你对它一无所知 是个耻辱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博物馆去看 你们西安人太幸福了 这么多博物馆 这么多的文物 看都看都看不过来 你不要认为我看过 看过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什么时候再看 你第二次看比第一次看 有所收获的时候 这就叫进步 所以我收藏 我收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想办个展览 展览办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突然突发奇想 想做一个博物馆 那么23年前的时候 国家给我一个机会 批准我做 所以我做了中国第一个 具有法人资格的私人的博物馆 它属性跟国家的不一样 我做到今天 步履为奸 如履薄冰 但我走到了今天 当我活到这个年龄的时候 我有的事情就能想开 它不是我高尚 只是我走投无路 我会把我所有名下的东西 都捐给这个博物馆 成为社会公共财富 这个并不是说我很高尚 我一直在说我不是高尚 我就是走投无路 我觉得这些东西 它应该有个最好的去处 而不是跟着我 我的寿命是很短的 我们每个人在文物面前 你那点寿命都不叫寿命 你们今天上 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去看看 上西安博物馆去看看 随便一件文物 比你大十倍都是轻而易举的事 对吧 那么在这样一个认知下 我做博物馆 最终就有了一个终极目标 就是我希望把博物馆完整有效地留给这个社会 然后我还有一个安逸的晚年 而我不背负这个重物 从某种意义上讲 是我一个没辙的辙 人生不是每件事都有一个辙的 就是你非得有一个办法做到最佳 没有最佳 所以我一直不再说 我们把它留给社会 是一个多么样的一个伟大的事 不是 是我个人一个无奈之举 只不过我们在做这个无奈之举的时候 肩负了一份社会责任 我们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每个人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取决于你生命的长短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生命的意义 当你能理解生命长短是怎么样一回事的时候 你才能真正地理解什么是生命的意义 谢谢你的最后提问 谢谢马老师 学口才到新历程 本节目由新历程品牌独家冠名播出 看对白 喝名人 本节目由名人苏打水 行业赞助播出 生活有什么好分享的 来躺平 你就知道了 我同学都说我特别笨 要不要继续再做一个笨人吗 行 首先必须做一个笨人 我们这代另外如何去实现我们的梦想 最好的理想是把你眼前的事可以做好